大家好,我是小鑫 这两天,两岸媒体金箍形活动启动了 在这次活动中,一直有两岸媒体人组成的采访团 来到天津联合采风 小鑫就是其中一员 天后宫,七里海市地,高新技术企业 这次,我们有很多爱奇大卡的地方 快来加入我们,和两岸媒体朋友一起写好不一样的天津 在文西四天的活动中 来自中心社、华夏经纬网、台湾岛报、中国时报等多家两岸媒体 立足各媒体不同特点 挖掘天津历史人文资源 多角度展现天津城市魅力 各位乡亲,今天阿佳来到了天津 你知道啊,在天津人民口中有这么一个顺口溜 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位 而阿佳今天要带大家去看看这里的天后宫 要带大家来拜妈祖吧 跟着我来 称妈祖为娘娘 所以天后宫也就叫娘娘娘 天后宫,武大道,明园广场,古文化街 两岸媒体朋友走进历史文化街区 感受城市风貌 看近代中国历史变迁 在不断迈向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生产企业 大家也亲身感受到了科技自立自强 主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天津实践 今天来到哈罗电动车工厂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 哈罗电动车它在设计的理念上面 把这个头盔跟电动车的启动 把它连接到了一起 而这也从而减轻了许多的骑士在 骑行电动车时候的安全隐患 而哈罗电动车它在设计的时候就很好解决了这一点 走出工厂又来到乡村 在位于天津市武清区的李大仁庄村 大家聆听村庄发展变迁历史 感悟乡村振兴成果 实际体验了天津市文化旅游村的建设 来天津很多年了 一直做的就是文旅产业 这两年也跟着大政府的脚步 就踏入乡村振兴的这条道路上 很开心能够参与这次的活动 希望这次透过这次新媒体的一个宣传 能让更多的台湾青年知道我们新农村的样貌 也能够感染更多的台湾青年来这边 跟我一起参与祖国乡村振兴的大业 哇那边很多资鸟耶 麒麟海市地佛罗伦萨小镇 唯一汽车世界 一路上从乡村振兴到绿色生态 从历史风貌到现代化建设 从高新技术到台企发展 两岸媒体透过镜头和笔墨 向海峡两岸同胞呈现了一个生动而立体的天津 我感觉到说应该要把这边的进步 把这边的现况告诉台湾的乡亲 我会用我的媒体 把这几天真实的这种情况 来表达给台湾的乡亲听 让他们更了解大陆 让他们有机会更能到大陆来走走看看 在春光融融的三月 我们邂逅在天津 还未告别 就已开始期待下次相遇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